刚刚早两天也出现了一宗这样的新闻 我觉得有趣,其实我猜不到 话说,梁文礼 梁文礼903DJ 他就在他IG的公开账户里 赞梁泳琪演唱会 但一个屈美十就有人发现,原来他是有私人账户的 的Facebook,名字很刁钻的 名字不是正常人会起的名字 好像是法文那样的 他就在他私人的Facebook帐户里 梁泳琪演唱会 Flo差 歌片得差 舞差 跳舞 唱得差 他也直指梁泳琪,就是图中的这件衣服 就好像穿了一张抹完秘血的纸巾 还要他这句 都可以的 但是他知道他这句 其实都预认了 你说到这句 但都没有想过 那么离谱 唱K 为什么我刚才认识的意外呢 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 我对于 他们903 我们先说903 因为 其他的电台 因为我没有听 我不知道 当然我不会理解为风骚快活人罪的目的就是推广香港音乐 就是不是的 不是的 是不是 但是我知道 色彩903的dj 推广香港音乐 是他们的 工作范围之一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色彩903推广香港音乐 就和基督徒 叫人去信主 一样 没错 没错 但是就是这样 在我心目中 好像梁文黎这些人 例如梁文黎 Wenny 谢西嘉 或者 什么志忠 志忠choice 叫什么名字 他中文全名叫 王志忠 不好意思 王志忠 你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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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以为 在你这班人心目中 哪有差的音乐 其实 你听他的节目 互相的歌 互相的歌 也说得很好 其实我一直以为 对于这班dj来说 是没有完美的音乐 当然 但是不会有差的音乐 只是有做得 未够好的东西 只要 如果你不是抱着这种心态 说真的 你怎样做一个音乐节目 做这么多年 这些真的做到 对了 他们做了这么多年 他们一定是要保持着这种的 想法 他们才可以做这么多年 对吧 喂 就算你这个演唱会 就算他唱得不好 你也不应该说他不好 嗯 实际 你顶碰也是这样的 你现在这个说法就是什么 你是预论了梁泳骑就是差 但是想不到这么差 好像我们这样 对了 好像我们这样 梁泳骑就是梁泳骑 对了 我也知道梁泳骑是差 但是我猜不到他这么差 这些说法是我们说的 对吧 梁泳骑我本身不觉得他很差 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他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不喜欢梁泳骑 有没有 周围问之后应该都到梁泳骑 应该是不喜欢的那些 他梁泳骑而已 那陈慧霖呢 你觉得陈慧霖呢 陈慧霖会不会好一些 我不喜欢陈慧霖 你不喜欢陈慧霖吗 我也很喜欢陈慧霖 我喜欢陈慧霖 是吗 是吗 短头发是 吸引的 哎呀 你是不是流口水 那时候是什么的 有几代你说周围问 然后后一点就有梁泳骑 梁泳骑 是的 是的 这样 对了 我猜不到这些dj 你怎么会是 预认了他是差的 那为什么你还要去 免费飞啊 当然是 免费飞啊 当然是 对啊 不是自然的 当然是 我这么认识 Marco也是因为这样 其实 你那张是免费飞来的 你走开吧 你老尾 阻振着 是不是 事实上他男的部分 就是guess 我说回Marco 我刚才说的那件事 你怎么会打开呢 阻振着了 你老尾 你老尾 是这样的 这件新闻之后 当然 哇 还有 还有 就好像 Wen Lee Wen Lee 那个节目 是的 他在节目是强调自己 相识满天下 所有歌手都是朋友 是的 是所有 所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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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歌手啊 都是他朋友来的 这样 其实你问我 你梁文黎也应该是差不多的 你的资历未必有Wen Lee那么深啊 他也是79年的 我刚才查过 梁文黎 他和我同年 跟我们 是吗 是的 他也是79年 你77了 是的 我77 你77 我跟迪魏一样 你跟迪魏一样 是的 当然你的资历未必有Wen Lee那么深 但是 梁泳琪以歌一脱的歌手来说 你应该认识他吧 我不知会不会是朋友 我不敢说 但是你应该都会认识他 喂喂喂 踩到那么准 预计了啊 你是走进去红馆看梁敏琪的演唱会之前 你是预计了他唱得很差啊 难听 结果是更差啊 我觉得很奇怪啊 那之后那些什么梁泳琪 什么原谅他啊 那些 那些是门面的东西而已 你问我 难道梁泳琪说我恨他一世了 请他看演唱会 请他看演唱会 多者没有他才敢踩我 他也不会这么说啊 对不对 这样 但是到之后了 被人挖了之前说的那些东西 是的 被人挖了这些东西 包括原来 除了梁泳琪之外 还有很多的 最大事就是陈契迅 还有Mirror 最大事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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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说Anson Kong 好像有说姜濤 我突然找不到那段新闻 什么是说他们强奸张国文的音乐 是他说的吗 他说的 你又说得这么尽 是呀 强奸张国文的音乐 哇 神经病 我经常觉得那些粉丝 真是昂能够 这个 说得差一点 我最近也看到 因为之前有新闻 说Anson Kong会翻唱张国文的一首歌 下面那些留言 类似你刚才说的 你不要再强奸张国文的歌 可以吗 刚才那个不是我说的 是梁泳琪 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么说的 强奸 他用到那么重 那字眼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就这样 我找不到他那个 有说过类似的东西 我看到有些人 就去说 什么 不要再强奸哥哥的歌 你让他安息吧 喂喂喂 喂喂 但是 你有你 怀念张国文的方法 其他人都可以的 嗯 我有时 我有时就觉得 喂 你大不了就不好看 嗯 是吗 那你走起来 你 你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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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附带回一个我不看的理由 就好像我们做节目过来都是这样 风在的时候 我又费两次看 但是我说过我的理由 为什么我不看 对不对 而这个理由 就是我不喜欢 就是起码我也不是这么说 对不对 我怎么也会有一个理由 放出来 不是 你为什么强奸哥哥的歌 不是 我找到了 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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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社交网 东网 这个是东方的 这些人在横屁歌手演唱会三丑 唱功差 有陈法文 罵陈逆讯黑面 扔麦发脾气 增弃MIRROR 强奸张国荣作品等 哇 哇 这些就是我想象不到的 为什么这些说话会出自一个DJ的口 你可以不喜欢MIRROR的 你可以不喜欢MIRROR 人家唱张国荣的歌 你怎么可能强奸这两个字呢 喂你不要想播张国荣的歌 DJ 你不敢强奸张国荣的歌 经你的手 按那个批键 我觉得强奸张国荣的歌 我这样扔你 你都觉得我先瘋了 对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 有点奇怪 嗯 嗯 接着 他刚刚也说了 他得罪了MIRROR OK 现在大佬有 镜安法 有镜安法 镜安 镜安法 留言 那我打球不厉害 我去拿点赞 我算不算强奸赞 当然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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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人不厉害 你在地球上呼吸 你都强奸地球 告诉你 强奸的宇宙 对啊 对啊 如果是那么强奸 就真的强奸的原因 这么差 对啊 对啊 这个世界只有孙悟空 对啊 只有一孙悟空一个 是有资格站在地球上呼吸 其他都不行 但他偏偏是一个杀亚人 他不是地球人 哎呀 真是惨啊 对啊 如果以孙悟空的技界 他哪个星球都可以 都可以 是 那么903就说什么呢 监于本节目 本台节目主持人梁文禮 近日于社交平台对个别音乐人发出大有伤害性之评论 经本台负责人与梁文禮共同检讨后 双方同意于2月27号起 暂停其主持职务三个月 待冷静反思过后再重新出发 停息 停不停身 你这样放他价三个月 这样也挺好的 认识 认识 认识而已 这样 那好了 那好了 这些其实不重要 这些是不重要的 尤其是商台 都临近 我觉得商台做得搞笑而已 是呀搞笑的 搞笑的 搞笑的 什么不行的吗 是呀 还有那个是私人那坑 他不是在节目说的 因为 相比起 你说他 不是说 其实不是说 OK 我明白的 不是说行不行的 问题 说什么都行 就好像我刚才我说我们的情况而已 为什么我要很小心地说话 因为我十分之珍惜我的言论自由 嗯 是呀 这句 霸了道德高地 几乱高 是啊 你看看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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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完之后 搞得我们好像强奸了道德高地 是呀 当然 当然先发识人 好了 因为我就是很珍惜我的言论自由 但不是 不是 如果 如果 我现在 我在这个节目 我所调的任何东西 我所调的任何东西 原来我走出去和别人说 都不是 都不同的 都不同的 就好像我现在 我跟你说 我是很不喜欢雍子刚导演的 嗯 因为明媚时光 和 和 搭血尋梅 我是不喜欢这个 我是不喜欢这个导演的 是的 但是我没有理由 我走出去 如果你想想 如果我现在 我走出去 如果我现在 就见到雍子刚 雍大道 哇 实际实际实际 实际实际 我也看啊 打票尋梅 你也看啊 打票尋梅 是我最好的 movie 你第一部电影 我已经进到戏院看了 真的 明媚时光 是的 你也觉得我 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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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在于商台的立场 在于商台的立场 他出了这样的声明 这是他们公司的运作问题 事实上就是这样 是 事实上就是这样 公众 公众 公众节目 大气电波 来的嘛 对吧 你在我这里工作 不是说 我在私人 币里面说什么 就可以 嗯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因为那个是你私人的地方 你出去说什么 是 就好像那时候 梁振英那样 不知怎样 什么 反占宗 他就去签名 或者用个人身份 是 是 哪有这样东西的 这个世界 什么 当有事发生的时候 你就拿了个人身份出来说 没得那么契狄的嘛 我们之前有一集 可能很久了 讲这个言论自由的 是 就是说言论自由 其实是 大家不同的 那个 自由的程度 是 那个程度是不同的 我们的自由 你怎样跟梁振英的一样 就是我们的自由 一定是大国当努侵的嘛 是的 同样的 我们现在 好像我们两个 现在这样 我们的言论自由 跟梁振英的言论自由 当然是不同的 是的 他的言论自由 他可以行使什么地方 可以行使一个大气电波 还有他可以拿票 他的言论自由 我们没有 其实这一点才是最重要 当然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嘛 是吧 李商台 商业电台 他开中名义 告诉你 一盘生意 老实说 是吧 那你 你 你想想 你一个 你对着 如果就这样 找回的 那些帖子来看 你得罪了多少人 喂 我对你 喂 喂 梁文礼 可能梁泳琪 他也会这样想 喂 梁文礼 喂 如果你一早 你不喜欢 你说呀 你不要浪费了我张飞 我唱得难听 你早点跟我说呀 我不留非给你这个混蛋 MIRROR那些 你这么不喜欢的吗 你早点跟我说呀 我不派去你的电台播的了 我来我的歌 你无论 一旦又说我强奸谁 一旦原来那首歌 又有黄伟文写 又说我强奸黄伟文的歌词 我不是很不得点 那就很不得点 那就很不得点 那就很辛苦 就是呀 你这样做 梁文礼 这样做人 人家当然会害怕你 其实不要说梁文礼 人人都是这样的 如果个个人都是这样 是让我私人账户 我私人躲在那边 一个样子 走出来 一个样子 正常人都会害怕你 这个东西 我那天看了一个 一个人写的东西 就是说 我现在在台湾还是什么 好像是台湾 就说 是一个朋友写的 就是我一个朋友写的 就是说 为什么 我认识有个朋友 为什么要上网的时候 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 然后我记得 楼下有我另外一个朋友留言 你有没有误会 其实上网那个才是真的样子 因为他不用露面 所以他见着你的时候 他就戴着假面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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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像梁文礼那样 你吵架 尤其是说那些勾话的人说什么 不是说 我不是说吵架你 支持人戴口罩 我是吵架你支持人 够戴口罩 吵你老母 什么东西叫够戴口罩 这个世界只有戴和不戴 什么东西叫够戴口罩 我不是吵架你戴口罩 我吵架你够戴口罩 我吵架你 真的 你这样想 我算不算是呢 陈文一定是 再发孤独 留言说公众人物没有诗人 就好像特首不可以用个人身份 不是 你可以有诗人 但是你诗人那样 因为你现在就变了你有两个诗人 梁文礼的问题 他有两个诗人 一个诗人就说梁永琪的数字很好看 一个人就叨了 另一个人就叨了 一文不值 这些人是很忍耐的 应该 简单说 一个诗人身份就是拗着数的 对 对 被人看的 是拗着数的 但问题就是 这些人就是狠狗 狠狗 不是狠狗 两个身份 两个身份一刻一霸 如果你觉得你的黑的面 白面就用来拗着数 刚才我照我们的推断 对不对 白面就用来拗着数 你黑面 问题就是 如果你觉得 你的人生 因为其实是一个取舍 你一是 你一是 你就以后你都不要让人知道原来那个黑面是你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样的本事 可以 几天记住自己 对啊 自己去找一本本导写 对啊 你不要写Facebook 而且又为什么那些人会知道是他 其实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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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人看不过 你一定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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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是 你就 不要让人知道那个黑面是你 对啊 嗯 你又要让人知道 你爆了出来 那些人当然是屌你了 正常人都屌你 我意思是 嗯 这些人这么黑人争 一面就用来拗着数 一面就另外一个 还有 如果我 如果我去看你梁文黎 我去看你梁文黎 喂 你这个黑面 做得很无谓 不是 你可以不写的 要么你就辞职 不敢做 你这么不敢喜欢 是吗 你辞职不敢做 要么你就有本事 就是你在电台节目 你也是这么说 你这个节目也是这么说 你这个节目 我说你有型 不敢 我说你有型 你又不是这样 那你这个黑面是做来做什么呢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需要 长数多不好看也好 什么问题是你的工作 你现在 你不要看你不用钱 对啊 你出席这个演唱会 你是明知道梁文黎唱得不好听 但是因为有免费票 你来看演唱会 这个其实是你的工作 其实简单说 你出席的演唱会 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对了 对了 因为第二天要访访的 没错了 你的工作来的嘛 人家请你看也是为了这样的 你以为真的跟你很男朋友请你来看吗 你也不会这么说他 那倒是 所以我就想 你这个黑面是做来做什么呢 因为话说在前头 我也有这样想过 如果我 如果我也是一个拍电影的人 我当是 如果我也是一个拍电影的人 我不是啦 我不是拍电影的嘛 就是我是拍东西 但是我不是拍电影的嘛 如果我也是一个拍电影行业的人 我说电影就未必是用一个这样的语言去说的了 嗯 也是的 因为我除了我对我的言论负责 我还要对我身边的人负责任嘛 是的 如果你讲 讲话的 我又未必是 好像现在这样 是的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画家 你靠卖画找食的人 是的 你的说法当然会不同 我觉得这些叫做人之常情 不是说真不真的问题 嗯 我真的在说找食的嘛 你娘问你就不用找食的 我这样看你的人就 你是光合作用的 不是 你是光合作用的人才可以这样囂張的 我就是 他很蠢 是的 真是很蠢 但是有些人就未必是这样看的 有些人的看法很有趣的 什么 当然 有些人就是他说什么 喂 但是他说的是事实 我知道 我知道 虽然雙面人是不讨好 虽然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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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说了 上面那些 是的 有权在私人带上讲自己的看法 这样 也最多人说的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 哦 他就停职三个月 那些人呢 嗯 高层啊 高层嘛 高层是有特权的啦 你这帮香港人 到现在都不长大的 难怪香港今时今日搞到这样 香港今时搞到今时今日就是问这问题的人 傻子 我都问过 我都问过 我不记得了他们的高层 是的 我也有份找到香港这样的 是的 太傻 但是我就是看到有些人是真心去问这个问题嘛 在私人带上讲话是不行的 不是不行的 你不要被人发现就可以了 是的 那些人是很笨的 很笨的 这些人 他比起那些问 叫喵喵喵的那些人是更笨的 我觉得是 那些人是被人吃了不知道什么事的 那些人是笨得是 会 但是我觉得也有道好 就是那个类型的笨人 通常是什么呢 通常都是穷稀 那就好些 始终香港有钱人都是佔少数 如果是问那些 问那些 私人带上讲话是不行的 就是说这些说话的那些人 如果那些人大部分都是有钱的 那就惨了 香港真是血流成河 香港真是怎么搞成这样 香港真是搞成这样 是的